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近日,在2024全国优秀电影推介会上 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就登上了大屏幕 对此北京官媒《北京文艺广播》曝光这部电影会在暑期党上映 不仅如此,官媒直言《射雕英雄传》备受关注 有望夺得票房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实力强,号召力和人格魅力更是不用多说 取得优异成绩情理之中 据悉,北京官媒《北京文艺广播曝光》 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会在暑期党上映 还透露观众和媒体对这部电影的关注度非常高 一旦上映,注定会取得非常不错的票房收入 票房冠军也不是没有可能 竞争力很强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实力很强 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号召力非常大 再加上这部作品全球同步上映 许客和肖战强强联合,必然会成功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一直都在翘首以待 希望可以早日上映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一定会去电影院里支持 亲眼目睹肖战塑造的郭靖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其实很早的时候网上就有媒体透露暑期党的可能性非常大 毕竟这是热门党期,还给足了后期制作的时间 暑期党上映可能性确实不小 总之祝福肖战,相信肖战和剧组都准备就绪 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也期待肖战接下来更多的好作品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肖战值得信任和期待 肖战一直都在,不见不散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